最近就有很多的网友一直在问我们 关于这个 Toyota Corra Cross 小改款啊 Toyota Yaris Cross 还有 Vios Hybrid 的信息啊 那么前不久呢 我们就前往的这个 UMW Toyota Office 就是强迫他们告诉我们一些 information啦 所以今天的节目呢 我们就来跟大家讲讲这些 information 然后顺便讲一讲这些车款延迟的情况 OK啦 那么在影片的开始之前呢 请大家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一下啦 那么首先要讲的自然是 Yaris Cross 啊 这个也是最多人问我们的这个车款啊 其实这款车是在 2023 年 6 月份在印尼全球首发 要跟大家讲的就是呢 这个东南亚的 Yaris Cross 呢 跟这个欧洲版的 Yaris Cross 是不一样的啦 就是一个是 T-NGA 一个是 D-NGA 东西啊 那么这款车呢 原本预计会在今年上半年发布的 那么大家要知道呢 在去年年末呢 这个打数就有一个安全造假的事件发生啦 所以那个时候呢 很多涉及造假的这个车款呢 都被迫停产 那虽然讲后来 原厂跟这个日本的第三方机构 都证实了这些车款的安全性没有问题 但是也因为这件事情呢 很多的新车发布呢 都被暂缓或者是延迟 就例如讲呢 原本这个 Veloz 还有这个 Toyota Vios 是有这个混合动力版本的 这两款车都已经延迟了 那么这个 Yaris Cross T-NGA 呢 虽然讲目前已经在菲律宾啊 在印尼啊 还有在泰国上市 但是也因为这样马来西亚的版本呢 也因为这个情况所以延迟了一点点啦 原本他们说这辆车会在2024年的上半年发布 后来变成2024年的下半年 而最新的消息呢 它会delay到2025年去 那么这次delay呢 一开始是因为这个安全事件啊 那么之后为什么delay呢 请听我娓娓道来啦 首先大家应该都知道呢 这个 Yaris Cross 呢 它有一个双胞胎的兄弟 就是 Perotua 的 D66B 而根据我们所知道的详情呢 这个 Yaris Cross D-NGA 呢 是不能够在这个 D66B SUV之前发布 也就是讲呢 Perotua 要发布了他们的新车之后 Toyota 才能跟着发布 而目前我们已经掌握到的消息呢 这一个 Yaris Cross D-NGA 呢 已经在 Toyota 位于 Phuket-Lagia 的工厂进行了预生产 也就是讲呢 其实他们随时都可以发布了 只是因为 Perotua 还没有发布 所以他们就没有办法发布他们的新车 那么为什么 Perotua 也等到现在呢 这个就暂时不清楚 当然呢 我们也有向 Perotua 询问 但是他们也只是表示呢 到了这个队的时候 他们就会发布这款车啦 而根据一些房间的消息之中呢 这款车最快会在这个月啦 就是 Open Booking 啦 那么大家也是停着先啦 因为我们已经被这些厂商的消息弄混乱太多次 所以我们自己也是受伤了 所以我是觉得 未来有进一步的消息 我们会在我们的这个网站 跟我们的 Social Media 第一时间为大家公布这个详情啦 所以大家记得留守我们的频道 不过我觉得 Perotua 版本 可能会在今年内发布 这个是基本上相当肯定的事情啦 那么 Perotua 的版本 跟这个 Toyota 的版本有什么不一样 据说呢 Perotua 的版本 只会有1.5公升的自然进气引擎 至于这个 Toyota 的版本呢 则是会有1.5公升的自然进气引擎 还有1.5公升的混合动力引擎可以选择 那么在引擎的数据 我们之前的节目也讲过很多次了啦 所以没有什么特别 自然进气的版本是最大马力106PS 峰值能力表现138Nm 至于这个混合动力的版本呢 结合电机之后它的综合最大马力表现是109PS 如果是讲加速的话 其实两辆车的加速表现都中规中矩 毕竟这个 Yaris Cross 只是一个主打普通家用四驱驾驶的车子 所以动力表现肯定就不会太出色啦 那么我刚才也有讲到呢 就是这个 Toyota Vios Hybrid 也被延迟了 那么其实这款车呢 根据消息指出呢 它同样的也是会在今年的6月发布的 但是因为这一些情况发生 所以这款车就暂时完全没有任何的消息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 这款车一定会来到马来西亚市场 而且大概率呢会成为这个 Vios GRX 车型 也就是操控跟性能加强的版本 那么届时我们就看一看啦 嗯我个人其实还是觉得 Toyota 呢这一次呢 他们就算延迟了之后呢 新车发布之后还是一样会大卖啦 那么接下来要讲到的车子 就是这个 Toyota Corolla Cross 的小改款车型 这小改款车型其实之前已经在这个 泰国市场上市 然后菲律宾也跟着上市了 那么马来西亚呢 据说会在今年的11月 我相信这个消息是非常准确啦 因为我们从目前这个 UNW Toyota 的一些政策来看呢 他们确实是有在一个准备换代更新的节奏啦 因为目前这个 Corolla Cross 呢 它呢这个折扣是比较高的 所以所以说的好了 就是早买早享受迟买等折扣 如果是讲你觉得这个小改款改变不多的话 而现在折扣很吸引人的话 我觉得可以去买这个小改款之前的车型啦 因为这个折扣确实很吸引人 那么先回到正题 我们要看一下这个 Corolla Cross 的小改款车型 小改款到底改了什么 首先外观设计就有做了一点点的优化啦 就是换了一个全新的水箱护罩 让它跟这个玫瑰的 Camry 有点类似 不过在头灯组跟尾灯组的设计部分 基本上还是跟之前的车型类似 那么在内装的部分呢 则是加入了这个全数位化仪表 因为目前在卖的这个 Corolla Cross 呢 Hybrid 的版本它只是一个半数位化仪表 现在换了全数位化仪表 就有点像是这个 Corolla Altis 的小改款车型 然后这个出屏主机还是维持在9寸 然后应该会有这个无线的 Android Auto 跟 Apple CarPlay 这个都是常规的升级啦 不过还有一个重点就是呢 目前在卖的 Corolla Cross 不管你是买到哪一个版本都好 都是这个脚踏式的刹车 那么在小改款车型呢 则会升级到了电子收刹车 虽然讲这个功能好像不是一个很新奇的功能 但是有种好过没有 你说对不对 然后除此之外呢 这个 Toyota Safety Sense 呢 也会有一点点的升级啦 就例如讲呢 它的这个侦测的传感精度会提高 另外也支援这个 TIE Stop & Go 的这个 SCC 功能 而这个升级呢就是它支援这个 Stop & Go 的 SCC 功能 这些功能在塞车的时候呢 其实还是蛮方便一下的 就是讲它会根据前面的这个车框来控制你车辆的速度 完全停止的时候它也会停 但是当车龙开始移动的时候 你只需要稍微深踩一点油门 它就会跟着去了 跟一般的 SCC 会比较不一样啦 这个功能我个人还是蛮推荐一下的 那么除此之外就真的是大同小异 没有什么改变的啦 当然相比起2023年 现在2024年UMW Toyota 的新车并没有那么多啦 而且它们也比较安静一点 当然有一部分的原因是因为这个撞击测试的原因数 也有一些原因是因为这个商业策略的关系 不过我还是希望它们动作可以快一点 把更多的新车引进马来西亚市场啦 那么各位也可以在这个影片下面留言 你未来希望看到 Toyota 发布什么新车呢 我个人觉得 Pius 应该是一款蛮值得期待的新车啦 那么你们可以在影片的下面表示你们的看法啦 好啦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影片的内容啦 如果有什么想要讨论的也可以在影片的下面留言 跟我们一起讨论一下 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一下 我们下一次的节目再见 拜拜